Hello 大家好 我是Gadget Gang的阿聰 在新年之前我和大家介紹過 Apple 特發推出的 HomePod 第二代 很多觀眾都好像對它幾有興趣 亦對它的表現有點疑問 這部新機2月3號正式開賣 我們Gadget Gang再一次很榮幸很高興 又可以搶先拿到實機在手 和大家搶先開箱試玩 同一時間看到我桌上都有 HomePod 第一代和 HomePod mini 當然我亦都會找這部新機和這兩部舊機比較一下 另外還會找我們Gadget Gang的首席音樂人Winson 和我們一起試聽評論一下新舊機的音色 不過開始之前都是要說的 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就快點訂閱 按下小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還有就是我們開了Patreon 如果想支持我們也可以做會員 開箱就是最爽最過癮的 首先就和大家看看這部 HomePod 第二代的實機外形 說真的單獨看的話 和上代真的差不多一模一樣樣 我自己看到第一個最大分別 就是開箱時都留意到的電線 今次新機、主機和電線是分開的 我自己挺欣賞這個改變 因為走線和設置時都會更加方便容易 有時要換位、拉下線都會更加方便簡單 再拍到上代的HomePod 比較一下 就會比較容易找到新舊機的分別 首先就是機頂的部分 新機變成微微粒陷的設計 音量加減的輕觸鍵也變成長時間可以看到 而不是像上代一樣要著機才會顯示 不過之前說過新機的高度 由上代的6.8吋減到今次的6.6吋 但實機比較之下差別不是很明顯 主要應該都是與機面設計改變有關 今次新機的外層亦強調用了100% 循環再造網撞植物製造 顏色亦是全新的午夜暗色 不過說真的無論是觀感或是摸上手的觸感 都與上代很接近 但顏色真的比上代稍為深色了一點 另外機底亦由上代的粒入設計改為今次的平面設計 可能與單元設計改動有關 連線配對過程基本上與上代一樣沒有特別 只是今次的HomePod 第二代換上更新的S7晶片 整個連線過程感覺上更快和爽 因為我前幾天才幫我舊的HomePod再連線 因為我換了一些Wi-Fi的東西 將整個家的智能家居重新設定 是需要一點時間 今次這部第二代是快很多 基本上都不用等 其實已經完成設定了 基本先簡單播一首歌給大家聽 好 試試用這部新機播歌 最簡單的 先在電話上選擇我們Gadget Band 只要將所有的士導航成點 這樣就打電話了 舊的HomePod 你可能就要去AirPlay 再教它在HomePod播放 但新的機器就有新功能 就是 放上去 它就會自動在HomePod上繼續播放 新的HomePod第二代 另外裡面亦都內置了溫度和濕度的感應器 先試試 現在室內的溫度是多少 是攝氏18度 18度?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冷 好 Siri 現在室內的濕度是多少 全屋濕度正常 是38% 大家都看到 今次Siri 現在在新一代的HomePod 會搭你現在全屋濕度正常 是38% 這樣就不會像上一代的HomePod 只可以用上網 去搭你地區性的一些天氣資料 隨之亦都可以控制你的智能家居 譬如 如果現在濕度是很高的 99% 那可能你可以設置一個智能化的裝置 就是當它的濕度是很高的時候 你家裡的抽濕機會自動開啟 這樣就很方便了 好 現在就簡單地和大家比較一下 新機和舊機播放的表現 那我就會把麥克風設置在前面中間的位置 距離和位置都是差不多 應該收出來的聲音應該都是公平的 然後就會將兩部機都播放同一首歌 一樣是用最大聲的音量 讓大家比較一下 那現在就聽一下 舊機先 第一代 好 那聽完上一代 那就聽回新機了 就是左手邊的一部 新的HomePod第二代 只要將所有的事都當成點 然後舉起手 將點都連成先 就算你未發現 我都不會改變 總有一天我們會相見 簡單試聽過之後 當然我就不只是聽Vincent首歌 我也有聽其他歌 不過其他歌可能會中版權 所以就沒有播給大家聽 簡單聽過之後 我自己暫時覺得 新機的Bass 是比舊機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不一定是差的 因為在平衡方面 我會覺得新機是比較好的 剛才以Vincent首歌為例 新機、人聲和吉他清脆的彈奏聲音 是會比起舊機清晰很多 所以我覺得新機 整體來說 在高中低的平衡度 應該是比舊機好一點 即是不會低音過分強勁 令其他聲音會掩蓋 暫時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 不如請Vincent 聽聽他自己的歌 看看他對新舊兩部有什麼想法 我就用了很公平的盲測方法 沒有告訴他 聽的是新機還是舊機 看看他會覺得哪部好一點 聽聽你首正歌 聽你未發現 我都不會改變 終有一天我們會相見 好 現在機B了 準備 都是最大聲的 A 還是B 好一點 好一點嗎 嗯 我聽到比較大的分別就是 A 那部聽起來的東西是 我會叫做大顆一點 即是給你的力量感是強一點 B 那部就沒有那麼強勁 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A 那部的聲音 是適合現在的潮流一點 它一隻喇叭來說 都算是會給到音壓感和垃圾感 還有我們因為電結他有些推線拉弦的聲音 A 會給到 比起我平常的結他感覺 所以我會喜歡A 那部的 多一點 好 開估了 你剛才說的A 就是你的右手邊 即是觀眾的左手邊 就是新的HomePod 第二代 嘩 果然新一代 哈哈 對的嘛 真的 我覺得新一代是好一點 剛剛就和大家簡單地比較完 新一代HomePod 和舊HomePod 的音色比較 現在就來一個比較越級一點的挑戰 就是用HomePod mini 和新一代的HomePod 第二代 去比較一下 舉起手 差點都連成仙 就算你未發現 我都不會改變 終有一天我們會相見 好 之後呢 再去新的HomePod 第二代那部 只要 將所有的事都當成點 然後 舉起手 差點都連成仙 就算你未發現 我都不會改變 終有一天我們會相見 其實上一條影片出的時候 也有不少觀眾問過 新的那部機和HomePod mini 比較是怎樣 剛才大家都聽過 基本上都可以說 聲量又或者它的音色 都是很難去比較 因為始終這款是很小的 價錢上是比較便宜的喇叭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其實我本身都很欣賞這個HomePod mini 的性價比 一來它很小 二來價錢比較便宜 剛才大家聽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 開到最大聲的時候 它的音量 雖然是真的 完全沒有得跟這個大的HomePod 比較 但是其實它自己以它的size的比例來說 它的音量已經很足夠 而且音色也有一定的水準 但是當然如果你家裡空間比較大一點 而你又自己追求一些比較強勁的低音 以及更加高質素的音質的話 剛才聽到也知道 HomePod第二代是有絕對的明顯優勢 當然價錢也會貴很多 試完單一個聽歌之後 我們亦嘗試將兩個HomePod 第二代連線 成為一對立體聲喇叭去測試 設定過程基本上都跟上代一樣 用相同的方法連線之後 只要HomePod 設置在同一個房間 系統就會自動問你是不是需要連成一對用 再選擇左右就可以自動完成 相當之簡單 感覺上亦比上一代更快完成設置 配合Apple TV 4K 開啟全景聲功能 播放近期Netflix 熱播的靜音 開頭槍戰的槍聲表現相當不錯 低音、力量、音量都相當強之餘 亦收放之餘 空間感十足 亦明顯感受到強烈的方向性 聽得出子彈是從哪一個方向飛過來 看這類動作片、槍戰片真是不錯 不過在此亦要提及多次大家 HomePod 只支援同一款配成一對用 即是HomePod 第二代只能與第二代配合成立體聲喇叭 如果你本身有一個HomePod 第一代 又或是HomePod Mini 的話 就別想買多一款第二代配合一對用 是不行的 不過又如此 雖然不同型號不能配合一對用 但一樣可以很簡單地做到Multi-Room 播放的功能 只要將HomePod 設置不同的房間就可以了 現在就實試給大家看看 喂 Siri 轉去工作房繼續播放 現在在工作房播放 當然你也可以在不同的房間播放不同的音樂 接下來我就想試試新的HomePod 第二代 以及舊的HomePod 在處理反應時間上有沒有分別 畢竟新機也是換了一粒新的處理器 首先試試播歌吧 喂 Siri 播謝安琪 好的 為你播放謝安琪 再試試問天氣 喂 Siri 今天天氣如何 今天應該是好天 日間溫度在攝氏20度左右 入夜低溫是攝氏8度左右 好 接著就試試一部舊的HomePod 喂 Siri 播謝安琪 好的 為你播放謝安琪 fitted Siri,今天天氣如何? 今天會是好天,日間溫度在攝氏20度左右 入夜低溫是攝氏8度左右 看到我桌上設了一盞燈 其實這盞燈已經連接了一個智能插座 其實都是想模擬一個簡單的智能家居場景 去看看新的HomePod第二代和舊的HomePod在控制智能家居方面 速度上有沒有差別 現在試試 為Siri,開台燈 為Siri,關台燈 也很快,一叫它就會關台 試試舊機 為Siri,開台燈 為Siri 關台燈 就這樣試,其實我覺得速度是差不多的 不過在穩哥那裏 好像新的那部機,HomePod第二代是快了些的 不知道你們有覺得怎樣? 總括來說,我自己覺得 其實相比起上一代的進步不算超級大 但在細節上,聽到的音色,音量 或者聲效表現方面 其實都是比上一代優勝的 加上它的處理器 亦比上代快了 最重要是組合成一隊 做一個家庭影院的時候 你明顯聽得出它的聲音 很有力量,很澎湃之餘 亦有很強的空間感和很強的方向感 我剛才試看那部電影,很明顯聽到聲音 是圍著你 我同時也實試過用我們自己的聲音 對比一下 感覺上兩者的分別其實相差不大 加上今次它的價錢是降低了少少 加上其實都是五千元有找的 以它的表現來說 絕對比得上一些四千來五千元的 Soundbar 的質素 再者,它是以一隊形式去出現 又可以將它做家庭影院之外 亦都可以分拆去不同房間使用 它使用的靈活性 亦都相對於一個四五千元的 Soundbar 亦都更加高 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你本身自己已經是Apple的粉絲 又用開iPhone 又用開Apple TV 用它來組合成一個聽歌也好 家庭影院也好的組合 都是一個相當之好的選擇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最後還是要叫大家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未訂閱的話就要快點訂閱 按下小鐘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還有就是我們開了Patreon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們也可以做會員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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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忘了 你